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星星 我是星星 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位期间经历美国内战南北战争 他领导的北部美利坚合众国取得胜利 此战在美国历史里相当重要 不仅是美国度过了分裂危机 还废除了存在几百年的奴隶制解放黑奴 林肯因此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而林肯的妻子也可说是美国最传奇的第一夫人 他出身富裕显赫且蓄奴的家庭 却一直反对奴隶制 他个性强悍 脾气暴躁 令丈夫林肯退避三社 但他却又是林肯最好的顾问 最坚定的支持者 许多历史学家甚至认为 林肯若不是和他结婚 不会当上总统 他花钱如流水被批评极其奢侈 但他也大笔资助逃亡黑奴的庇护所 后来他丈夫被暗杀身亡 四个孩子又有三个先他而逝 他的精神状况因此出现严重的问题 还被送进了疗养院 最终黯然离世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夫人 玛丽陶德林肯 玛丽陶德林肯的全名是 玛丽安陶德林肯 林肯当然是他结婚后的重夫姓 不过玛丽婚后保留了原本的姓陶德 变成中间名 成为玛丽安陶德林肯 但一般多会省略他原本的中间名 称呼他为玛丽陶德林肯 玛丽1818年12月13日 出生在美国第15个州 肯塔基州费耶特郡的莱星顿 他的父亲罗伯特史密斯陶德 是一位商人和政治家 玛丽父亲的家族是莱星顿当地 相当显赫的家族 他的高祖父罗伯特陶德 18世纪带着全家人 从爱尔兰移民到北美 大英帝国殖民地 宾夕法尼亚省 曾祖父大卫陶德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也加入了宾夕法尼亚民兵 玛丽的祖父李维陶德 成年后和他的兄弟们 一起来到肯塔基州 成为建立莱星顿的拓荒者 李维陶德还被选为 新市政四位太平绅士之一 管理地方的大小事务 李维陶德后来也加入了 费耶特郡的民兵 并率兵参加美国独立战争 末期战役 发生在现在肯塔基州的 兰利克斯之一 虽然这场惨烈的战争 最后是大英帝国的军队获胜 但李维陶德英勇奋战 被任命为少将指挥官 社经地位连带提升 成为肯塔基州的大地主 还建造了费耶特郡的 第一座砖墙房子 当玛丽父亲 罗伯特史密斯 陶德出生时 陶德家族已经是 地方上的望族 罗伯特先是受训 成为了一位合格的律师 后来也参加了 第二次独立战争 战争结束后 他开始从商经营各项事业 还是肯塔基银行 莱星顿分行的行长 商而优则适得他也开始参与政治 成为肯塔基州众议员的议员 罗伯特的妻子 玛丽的母亲 伊丽莎白帕克 也是来自地主家庭 伊丽莎白和罗伯特 还是第二代表兄妹 男人结婚后生了七个孩子 四女三男 玛丽安陶德是两人的 第四个小孩 第三个女儿 出生地方望族 玛丽当然是过着 衣食无缺的生活 但玛丽六岁时 她的母亲生下第七个小孩 玛丽最小的弟弟乔治 不久后 就因产后并发症逝世 而且玛丽母亲去世才六个月 玛丽的父亲 罗伯特就和维吉尼亚州 知名的医学家 亚历山大和弗莱斯博士的女儿 伊丽莎白和弗莱斯再婚 两人又再生下了九个小孩 玛丽和继母的关系很不好 她的继母伊丽莎白 也很不喜欢罗伯特第一段婚姻的孩子们 经常对着他们咆哮怒吼 伊丽莎白还说玛丽是撒旦的肢体 玛丽后来也说到她的童年很悲凉 不过虽然玛丽和继母相处的不好 但在那个普遍认为女生不该读太多书 以免将来吓跑追求者的年代 玛丽的父亲还是让她的女儿们 都接受了比同时代女孩更多的教育 1827年玛丽八岁时进入基督教圣公会牧师 沃德主持的女子学校读书 她的学习能力很好也很认真 在这里她除了接受宗教教育 也学习阅读文法写作算术地理历史等等 1832年14岁的玛丽从沃德女子学校毕业 同年她的父亲罗伯特在莱辛顿的主要街道上 买下了一座有三层楼14个房间的豪华大房子 一家人就住进了这座豪宅 当时美国北部许多州都开始明令禁止 蓄奴成为自由州 玛丽头的一家所住的肯塔基州 紧邻的俄亥俄州 印第亚纳州 伊利诺州都陆续成为了自由州 虽然肯塔基还是蓄奴州 但玛丽的父亲罗伯特逃得是位反奴隶主义者 罗伯特认为奴隶制度会阻碍莱辛顿的商业发展 不过尽管罗伯特反对蓄奴 但家里的每个成员都还是有一个专属的奴隶 玛丽的奴隶叫做沙利 沙利有时候会偷偷帮助逃跑的黑奴 度过恶亥恶合前往北方自由州 玛丽得之后不但没有责怪沙利 还为他的英勇行为感到骄傲 据说玛丽的祖母也在黑奴逃亡的地下铁网络上 经营着一间车站帮助逃亡的黑奴 关于这条黑奴从南方旭奴州逃到北方自由州的地下铁 我在说黑摩西哈利特塔布曼时有详细说过 有兴趣的可以再去看一下 总之玛丽虽然是住在旭奴州的奴隶主 但她从小就反对奴隶制 在玛丽父亲买下大豪宅的这年 玛丽进入了由法国妇女夏洛特门特尔经营的女子贵族学院读书 虽然这所学校离玛丽的新家很近 但和继母关系很不好的玛丽坚持要住宿 只有周末时才回家 在这里玛丽学会说流利的法语 并经常参加戏剧演出 游行表演等等活动算是相当活跃 她也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 和父亲一样加入了反对总统专权的辉格大 玛丽六岁时母亲就过世了 和继母的关系也不太好 所以她小时候是由大她五岁同父同母的大姐伊丽莎白照顾 和伊丽莎白的感情非常密切 1832年伊丽莎白和前伊丽诺州州长的儿子 尼丽安·维特·爱德华兹结婚 婚后伊丽莎白搬到了伊丽诺州的首府春田市 她的丈夫出身政治世家 后来也担任伊丽诺州检察总长 家庭环境相当好 伊丽莎白在伊丽诺州的家 就坐落在春田市妇人区贵族丘 结婚后伊丽莎白经常邀请她同父同母的两个妹妹 法兰西斯和玛丽前来作伴 1839年21岁的玛丽从女子学院毕业后 就迫不及待的直接搬到伊丽莎白家常住 玛丽的身高只有157公分 但她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 白漆的肌肤和浅棕色的秀发 再加上她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 对任何话题都能侃侃而谈 很快的这位年轻女子就成为春田市有为青年的追求对象 其中最积极的追求者有两位 一位是出身佛蒙特州政治世家 当时在伊丽诺州职业的律师史蒂芬阿诺道格拉斯 另外一位则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 但出身贫困农夫家庭 靠自学才考取律师资格的亚伯拉罕林肯 我们都知道玛丽安陶德后来嫁给了亚伯拉罕林肯 据说玛丽拒绝道格拉斯求婚时说到 我不能成为你的妻子 因为我将会是总统夫人 而玛丽对林肯的第一项则是 她是整个春田市最朴实的人 亚伯拉罕林肯比玛丽大了9岁 1809年2月19日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小镇霍金维尔 他的父亲汤马斯林肯本来买下了许多农场 也是位有钱的地主 但在林肯还很小的时候 他父亲的农场就因为产权不明 导致官司败诉 失去了所有土地 家道中落后 林肯和兄弟姐妹们被迫在家务农 虽然林肯相当喜欢阅读 但他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 只有参加过流动教师举办的零星课程 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 到林肯15岁时 他真正接受教育的时间 加起来都还不到一年 林肯的试字写字阅读能力等等 几乎都是自学而成 他的知识也都从他能力可及借来的书 大量阅读来的 1830年 汤玛斯林肯带着全家人搬到伊利诺州 这时已经成年的林肯终于可以摆脱父亲控制 不必再继续务农 他贷款开了一间小杂货店 虽然生意不是很好 后来还因为倒闭欠下了大笔债务 但这段做生意期间 林肯认识了许多人 他也发现自己很健谈 说话很有说服力 1832年 23岁的林肯首次参选伊利诺州议员 但并未选上 两年后 他以辉格党党员身份再度参选 这次顺利当选 在他选上议员前 林肯加入了伊利诺州民兵 参加美国政府与原住民间爆发的黑鹰战争 在伊利诺州民兵团 林肯认识了一位律师 约翰·陶德·史都华 鼓励他朝法律界发展 于是林肯开始苦读法律书籍 1836年9月 林肯成功获得了伊利诺州律师职业资格 随后他搬到春田市 在约翰·陶德·史都华底下工作 这位鼓励林肯成为律师的 约翰·陶德·史都华 正是玛丽·陶德的表哥 玛丽和林肯认识 一年多后就订婚了 但和玛丽关系很亲密的大姐 伊利沙白并不赞成 他认为玛丽和林肯 各方面的观念都不一致 根本可以说是两个世界的人 完全不适合 林肯很担心 自己无法赚够多的钱 来支撑玛丽一直以来习惯的富裕生活 很讨厌被控制的玛丽 也不想结婚后受到丈夫的管控 不过呢 尽管有诸多考量 两人还是不顾一切的订婚了 但原定1841年1月1日 要举行的婚礼 却因为两人发生争执 分手而取消 不过呢 接下来的几个月 林肯和玛丽两人都各自沉浸在悲伤中 最终两人很好了 1842年11月4日 林肯和玛丽在伊丽莎白家里 举行了一场只有30位宾客的小型婚礼 就连玛丽的父亲和继母都没有受邀 这年林肯33岁 玛丽24岁 而值得注意的是 林肯在结婚前对她的朋友说道 我想我要去地狱了 当时林肯的经济状况并不算好 所以结婚后 两人在环球小酒馆租了一个房间 林肯的工作非常忙碌 玛丽时常自己待在小房间里 结婚的九个月后 1843年8月1日 玛丽生下了两人的长子 以玛丽父亲名字命名的 罗伯特·陶德·林肯 小罗伯特的诞生 让酒馆的小房间已经不适合居住 于是这年的秋天 一家人从酒馆搬了出来 他们先租了一个小房子 隔年1844年 林肯买下了位于春田市第八南街 一栋两层楼的房屋 据信这栋房子 玛丽的父亲也出了不少钱 这也是林肯一生中唯一拥有过的房子 1846年3月 两人的第二个儿子 爱德华贝克·林肯诞生 婚后玛丽一直鼓励 林肯追求进一步的政治生涯 在玛丽的鼓励下 同年8月 林肯当选了伊利诺州联邦众议院议员 要到华盛顿就职 众议院的任期只有两年 一般来说议员的七宿都会留在家乡 但很热衷政治 也很害怕寂寞的玛丽 坚持要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和丈夫一同搬到华盛顿 伊人任期结束后 林肯想要担任美国土地总局的局长 玛丽还写信给辉格党高层 为丈夫请求 但最终林肯没有获得该职位 他被指派为奥勒冈州州长 不过当时的奥勒冈州 还是个开发度极低的地方 再加上远在西岸 玛丽认为这会使林肯从此远离政治中心 说服林肯放弃了这个职务 于是呢 林肯带着七小回到了春田市 继续从事法律工作 林肯的工作非常忙碌 业务几乎遍布了整个伊利诺州 让他时常不在家 玛丽虽然在父亲的经济资助下 生活过得很不错 还请了几个帮佣 但丈夫长情不在家 再加上第二个儿子爱德华从少就体弱多病 以及玛丽常年的偏头痛 让本来脾气就不是很好的她 变得更加暴躁 据说呢 玛丽讨厌林肯的长相 讨厌林肯走路的样子 对丈夫挑三拣四 因此呢 林肯就算挺早结束工作 也不愿回家 宁愿窝在环球酒馆的小房间里 不过玛丽对丈夫的事业却是非常支持 林肯离家工作时 玛丽也会举行各式宴会 招待林肯的工作伙伴和政治盟友 玛丽从不吝啬在宴会上的花费 让她的晚宴越来越受欢迎 越办越大场 只不过玛丽不同于那个时代 通常没有声音的女主人 玛丽乐于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遇到立场不同时也毫不留情 时常会让与会者捏一把冷汗 但她举办的这些宴会 还是让丈夫得以维持良好的人脉 1850年2月 两人一向身体虚弱 还不到四岁的次子爱德华 罹患费解和逝世 知道玛丽悲痛万分 也让她原本就殷勤不定的个性 再加上了几分忧郁 后来在白宫担任林肯私人秘书 威廉斯托达德的回忆录里就写道 玛丽的情绪相当无常 有时上一秒还是阳光灿烂 下一秒就忽然乌云密布 不过奇妙的是 两人却依然是彼此最大的支柱 玛丽很享受丈夫身份地位提升 给自己带来的成就感 热爱阅读的林肯工作繁忙之际 也靠着玛丽帮她看书 做摘录 迅速吸收书中的知识 在旁人眼中则认为 两人相爱却无法相处 在爱德华去世的童年年底 玛丽再生下了第三个儿子 威廉华勒士林肯 三年后 1853年3月 玛丽生下两人的第四个儿子 也是最后一个小孩 小明泰德的汤马斯林肯 而此时 辉格党则因为蓄奴问题产生分裂 于是坚决反对扩张奴隶制的林肯等人 脱离辉格党加入了新成立 选择奴隶制扩张为根本的共和党 林肯协助推动建立共和党 逐渐成为伊利诺州的政治领袖 1858年林肯获得共和党提名 参选伊利诺州联邦参议员 他的对手正是他的前情敌 玛丽的前追求者 代表民主党的史蒂芬阿诺道格拉斯 两人展开了后来被称为 1858大辩论的七场辩论会 虽然最终林肯以46张选举人票 输给了道格拉斯的54张 但这系列的大辩论提高了 林肯的全国知名度 辩论的文稿后来也成为 林肯竞选总统的基础论述 两年后1860年 共和党提名拥有全国知名度的 震撼风云人物林肯 成为总统候选人 而代表民主党出马的 史蒂芬阿诺道格拉斯 则再一次成为林肯的对手 玛丽在林肯的总统竞选团队中 也占有重要的角色 当他不赞同丈夫的某个决策时 他会想办法透过丈夫信任的党内同志 或是好友们 说服林肯放弃 因为当时的女性 即便是政治人物的妻子 也普遍不参与政治 但玛丽却实际加入了选务工作 让媒体记者们都非常惊讶 最终1860年11月6日 举行的第十九届美国总统大选 林肯获得了180张选举人票 当选美国总统 当林肯得知选举结果时 他高兴的和玛丽说道 玛丽我们赢了 显见玛丽对林肯政治生涯的重要性 随后林肯带着全家人再次前往华盛顿 1861年3月4日 林肯宣誓就职美国总统 这年林肯52岁 玛丽43岁 但林肯一上任就遇到非常棘手的问题 林肯本身其实不是激进的废奴主义者 他赞成原本蓄奴州维持现状 但反对任何新加入美国联邦的州合法蓄奴 不过他的政党共和党的成立宗旨 就是反对扩大奴隶制 党内有不少人是坚决主张废奴 于是林肯一当选甚至还没有就任 南方只有七个蓄奴州 先后宣布脱离美国 成立美利坚邦连 于是林肯上任没多久 美国内战南北战争就爆发了 时任美国陆军总司令的 温菲尔德·史考特 为了第一家庭的安全 建议玛丽带着孩子们回到伊利诺州 但玛丽坚持不肯 相反的他还展开了十多天的豪华购物行程 他到了费城纽约等大城市 购买最新的服饰珠宝首饰 各式布置白宫的家具 窗帘地毯等等家饰品 他甚至还动用了历届总统 从没有用过的装修费 把白宫重新整修 玛丽还开始迷上收藏昂贵的瓷器 他认为这样的白宫才是美国领导人应该要有的 不过他奢侈的花费也招来不少的批评声 在白宫举行正式晚宴的报道上 记者都将焦点摆在第一夫人又穿了多华丽的衣服亮相 而就在林肯入主白宫的隔年 两人的第三个小孩 年仅11岁的威廉感染伤寒病逝 威廉是玛丽最喜欢的小孩 他伤心到生了重病 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星期 威廉的事实也让玛丽的精神状况更加糟糕 他时不时就当着官员的面 公开的对林肯大吼大叫 熟识两人的朋友后来也说到 林肯曾经说过 God 上帝都只有一个D 而玛丽姓的Towder Todd 却有两个D 不过无情的战争 当然不会因为他们又失去一个孩子而停止 我们前面有说过 玛丽来自旭奴州肯塔基州 她父亲虽然不赞成奴隶制 但家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奴隶 南北战争爆发后 玛丽的背景也一直受到联邦政府的质疑 而且在南北战争期间 玛丽好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加入了南方邦联军 还有几个妹妹也嫁给了邦联军的高阶军官 让联邦政府一度认为第一夫人玛丽会成为南方间谍 不过玛丽本人自始自终都不赞成奴隶制 在南北战争爆发前 她就多次资助帮忙藏力逃跑黑奴的安全屋 并且说服丈夫林肯一同参加 战争情节玛丽也在联合医院担任志愿护士 并经常前往部队探视士兵鼓舞士气 1864年10月29日林肯竞选总统连任期间 玛丽在她的非裔裁缝师伊丽莎白凯克利的引荐下 邀请了前奴隶 后来成为废奴主义者的民运人士 索杰纳特鲁斯到白宫与她的丈夫林肯会面 特鲁斯也是第一位被邀请到白宫的非裔美国人 1865年的春天 林肯率领的北方联邦军已经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战事不再那么紧张后 林肯决定要好好修复与妻子的关系 他想多花点时间陪伴妻子 以弥补她因为工作和战争长时间不在家 以及两人失去孩子的丧情之痛 1865年4月14日 林肯邀请妻子玛丽一同到福特剧院 去观赏一部相当受欢迎的喜剧 《我们的美国表弟》 而我们都知道在剧院里 林肯总统遭到了近距林开枪刺杀 林肯遭到枪击的那一刻 和玛丽的手势紧牵着的 也就是说玛丽亲身感受到丈夫生命的消失 在抢救9个小时后 隔天早上7点 林肯仍因伤重宣告不治 向年56岁 玛丽再度精神崩溃 她卧病在床超过一个月 甚至没有参加丈夫的丧礼 但她的举动又引来了公众的批评 不过4年前也刚失去丈夫 和玛丽差不多同龄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 亲自写信去慰问玛丽 林肯去世的一个多月后 47岁的寡妇玛丽 带着22岁的大儿子罗伯特 和12岁的小儿子泰德 离开了白宫搬到芝加哥 不过呢 林肯过世后 玛丽的经济出现了相当大的问题 原本就花钱如流水的她 欠下了大笔债务 都是靠丈夫的薪水偿还 现在呢 玛丽只好把还未付金款项的珠宝 都退了回去 她甚至还向支持她丈夫的商人 共和党的同志们募款来度日 她还举行了一场二手一拍卖会 以维持生计 一直到1867年 林肯的遗产清算完毕 后来玛丽也获得遗孀抚恤机 美国银行家月瑟夫塞利格曼 也经常经援玛丽和她的孩子们 他们的生活才算是好转 1868年 玛丽和林肯的大儿子 罗伯特结婚了 随后玛丽带着小儿子泰德 到欧洲常住 他们住过法国 英国 德国 比利时等等 在欧洲待了将近三年 1871年5月 两人才回到美国 不过呢 悲剧很快又找上了玛丽 从欧洲回到美国没多久 18岁的泰德也因为心脏病或是肺结核病事 玛丽和林肯生的四个小孩 有三个先他而逝 丈夫也被刺杀身亡 玛丽完全无法承受 彻底的精神崩溃 她找了许多灵媒举行降神会 希望能与她去世的丈夫孩子们取得联系 接下来的几年 玛丽在美国加拿大等地旅游 但她的精神状况反复无常 时常会担心 唯一活下来的大儿子 罗伯特会发生意外或是生病 她还疯狂的购物 曾一次买了八副窗帘 而她根本没有需要安装窗帘的窗户 1875年5月 罗伯特认为母亲精神已经完全失常 无法自理生活 要求法院将她强制送医 而玛丽一直到审礼的当天 才知道儿子将她送上了法庭 经过三小时的审礼后 陪审团裁定将玛丽送到位于 伊伊诺州巴达维亚的贝尔维尤私人疗养院 她的财产则由儿子罗伯特代管 但玛丽认为自己的身心相当正常 她在疗养院期间一直试着联络律师提出上诉 最后玛丽在姐姐伊丽莎白的协助下 四个月后离开了疗养院 但财产仍被罗伯特掌控 而且罗伯特丝毫不理会母亲的生活 幸好伊丽莎白愿意照顾玛丽 更年玛丽上诉成功后 才拿回了自己的财产 后来的几年玛丽都住在法国的南部城市波城 但一次玛丽摔伤了背部 健康状况开始变得不好 可能还有糖尿病关节炎等等问题 于是1880年玛丽回到了美国 住到姐姐伊丽莎白在春田市的家 两年后1882年7月16日 玛丽病逝于伊丽莎白的家中 享受63岁 而一直到她去世前 她和唯一存活下来的儿子罗伯特 都没有真正的和好 美国传奇的第一夫人 玛丽桃德林肯的故事 就要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